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政府早前成立人才發展委員會 委任不少的學者 專業的人士加入 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 要培養人才 留住人才 甚至吸引人才 回流到澳門 是需要創設人才發揮的舞台 本澳的博彩業一業獨大 政府多年以來 發展適度多元經濟是未見成效 俗語所講的三十六行 行行出狀元 對澳門青年來講 似乎只是一個傳說 當下的澳門 除了博彩和相關行業 是有大量工作的機會和發展前景之外 其他行業 甚至連自身的生存都成問題 更亡論是高薪去留住人才 行業的前景 企業的規模更是受限 結果是造成惡性循環 強者越強 弱者越弱 眾所周知 從事娛樂場的工作的薪酬 是明顯高於其他一般行業 令到本澳薪酬結構失衡 更值得憂慮的是 本澳社會的風氣的改變 以及年輕人價值觀的變化 由於娛樂場的工作 一般都是需要學歷 要求不是那麼高 往往亦都成為青年人 賺快錢首選的地方 未來仍有多間大型的娛樂場 相繼落成 必定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的資源 可以見到 博彩業將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裏 持續擴張 一業獨大的情況 在短期內 實在是難有大的改變 與此同時 社會亦都憂慮這種金錢至上 急功近利的社會氛圍 是會有愛青年人追求理想 無助鼓勵青年人 按照自身的興趣去發展事業 加上現時本澳的物價高企 樓價不斷飆升 市民保平感受到 實實在在的生活的壓力 不少的青年人亦都直言說 是愛於社會的現實 終究都是要接受 興趣是不能夠當飯吃 選擇是投身博企 無可否認 博彩旅遊業的蓬勃發展 造就了澳門近十年的經濟奇跡 但我們亦都不能夠漠視 博彩業的發展所帶來的社會的影響 青年人是難以去抗拒博企的高薪的誘惑 加上人資緊缺 令到不少青年人是缺乏競爭的意識 在無需艱苦求學 即可以獲得可觀收入的情況下 難免亦都令人慨嘆 讀四年書 所謂何事呢 在無法創造經濟色度多元的社會大環境之下 政府是要探討本澳促進人才發展的長 中 短期的措施 恐怕都是不得要領 政府不能夠不正視現時在博彩業裡面 一業獨大所造成的社會的影響 因此要培養人才 吸引人才 不僅是要制定人才的政策 更是要從整個澳門的產業結構 產業的佈局上去整體考量 博彩的稅收是本澳的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 政府是動之不得 但是產業結構單一 人才發展空間狹窄 卻正正地左右著我們澳門未來的發展 為此 本人認為 特區政府應盡速去構建本地的人才資料庫 掌握本澳現時包括求學 在職人士在內的人資的儲備的分佈 去創設公平的社會環境 確保人才有向上流動的機會 為青年人提供更加多的發展空間 讓其為澳門發展經濟作出貢獻的同時 亦都享有真正選擇理想職業的自由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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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